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上个世纪的科幻喜剧电影 尖头外星族 某个深夜 一架不明飞行物闯入了地球 降落在了城市的运河里 他们是来自尖头星的尖头星人 夫妻俩本是被首领派去征服星球 结果飞船失事迫降 他们只能先伪装成地球公民生活 在地球生活最重要的就是钱 于是尖头男找了一家维修店打工 赚取日常所需要的物资 顺便在工作之余修理损坏的通讯器 终于他们修好了通讯器 跟母星联络上 可是母星却说要过十几年才能来救他们 好巧不巧的是 尖头女还在这关键时刻怀上了孩子 作为非法移民 他们必须给自己搞到一个身份 于是维修店老板带他们去搞了个假证 尖头男还顺便去了趟牙科 把自己里三层外三层的牙齿 全都包了起来 以融入地球人的社会 可假的就是假的 移民局的大boss很快就发现了他们 并要将他们逮捕 夫妻俩只能到处套窜 寻找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地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就到了生产的日子 尖头女羊水破裂 顺利的生下了一个小尖头 大boss本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抓捕 但是一直伸直令下来 他膨胀的将这个外星人未接案 逃之脑后准备走向人生巅峰 逃过追捕的尖头家也得以过上全新的生活 十几年过去 小尖头已经长成了翩翩少女 并且跟一个气球修理工小胖陷入哀合 但是约会的第一天 小胖就动手动脚 这让小尖头有点伤心 爸爸看女儿受欺负 立马去教训了小胖一顿 虽然在感情上不是很顺心 但是小尖头在其他方面都非常突出 尤其是在跳水运动上 本来以为一家人会相安无事 在地球上等到母星飞船来接他们 可另一边再次面对精神机会的大boss 却因为当年外星人未接案 丧失了这个机会 所以他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抓尖头一家归案 同时尖头家的通讯电器响起 是母星打来的电话 他们派来的飞船终于接近地球了 尖头家马上就能回去了 坠入爱河的小尖头却不愿意离开这里 因为他已经爱上了地球 更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爱人 可负命难为 就在他们一家准备离开时 大boss也带着一帮人准备逮捕他们 千军一发之际 母星的飞船赶到 将坐在汽车里的一家人歇了上去 不愿意放弃甚至加薪机会的大boss 死死地抓住了汽车保险杠 一起离开了地球 来到了尖头星 尖头星的国王对尖头男 将牙齿包起来感到不满 这是对国家的一种亵渎 于是命令他和怪兽决斗 不少尖头星人都死于怪物的嘴下 幸好尖头男足够机智战胜了怪物 国王奖励了他一个愿望 而尖头男的愿望竟是返回地球 将其占领 国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尖头一家带着大boss和征战舰队 来到地球上空 尖头男说自己先去探探路 让舰队原地待命 到达地球后则谎称自己的生命遭到了威胁 让舰队赶紧撤退 然后让飞船自动驾驶到空中引爆 尖头国王得知尖头男飞船爆炸这个消息 意识到地球并不好惹 便放弃了征服他的计划 重返地球的尖头男则利用自己母亲的听话项圈 让大boss给自己发了绿卡 一家人得以幸福地在地球生活 小尖头也能够拥有美好的爱情了 好啦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啦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星星带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